哇 雪白空間 你看似一個不經意的CLICK 一個CLICK 一個抱怨發出去 你以為輕描淡寫沒事了 但是其實它就是你人生的 現在有一隻大象 你們不准去想像那隻大象 可是你們想了 不要去想那隻大象的鼻子特別長 鼻子在那邊甩 不要想 都想了 這次再唱我的歌 愛一瞬 差一線 不能一起 等一天 等一念 忘掉自己 卻忘不了你 這是我寫的歌 這是我寫的歌 繼續唱 這是我寫的歌 是 不想失去你 這麼好聽的歌曲 他定義了愛情 愛之所以這麼棒 讓我們覺得刻骨銘心 因為承諾 責任跟肩膀 那我們今天 我們在愛的一無反顧的過程中 我們根本不會去在乎 對方需不需要這件事情 我們只覺得我們應不應該 我對於他的任何需求 我都覺得是我應該去做的 這是我們這一對要立論的前提 但是不知道這段婚姻感情 跟你聊完之後呢 一輩子的一 變成了夜深人靜 一個人的一 曾經你看著他的眼神說 你是我的Android 但是他的生活 我卻只剩下煙跟酒 不離不棄 你做到了 很厲害 你做到了什麼 你做到了 離了婚這個詞跟著他 一輩子不離不棄 你愧疚嗎 我真心的問你愧疚嗎 因為在前任再婚的時候 你當下感受到 不是喜悅跟祝福 你一直想要趕快翹頭 停止你的婚後照護 這是正確的一個愧疚心態 他說什麼事情會讓你愧疚一輩子 很簡單 我切菜我切到我太太一隻手 小母子掉了一隻 我愧疚一輩子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前任還願意 拿你的婚後照護 基本上會離婚 你就已經背棄了 你一輩子的承諾一次 那婚後照護又是你第二次 一輩子的承諾 你又打算背棄 我就問你 你一輩子的人生裡面 你打算背棄自己的承諾幾次 就這麼簡單的問題 所以今天前任還願意拿你的婚後照護 已經是維護你最後一絲的風度 應該不應該其實非常簡單 我去跟人家借錢 我會不會因為我的債主 中了樂透我就停止付錢 不會 因為這是我該做的 我會不會因為今天披薩店 買大送大 但是我因為在全明星辯論會搞砸一次 他給我買大送小 不會 因為他給我披薩 就是他應該做的 就這麼簡單 是 所以今天 你還有什麼應該做的 就是 當你前任再婚 你不祝福他 你還想扯後腿 你付完這一筆款項之後 你還應該 去旁邊髮正 因為我結婚的時候承諾我太太 我會讓她永遠快樂 一世開心 那如果有一天我先走了 我沒辦法想像我太太 為了我哭泣的樣子 為了她 就算咬下去咬碎很苦 我也直接吞 我會讓她開心到最後一刻 做完這個人生該做的所有事情之後 我的人生立即主義已然落幕 隔天開始我將會為全世界而活 沒有人知道吃下去的劇本怎麼樣 我會用我的眼睛 好好的記錄這個世界的脈動 我會用我太太送給我這個蠟筆 走進這個人生 大家歷史上 已知領域未知的篇章 我一筆一筆地畫下 我最後完成這個作品之後 我會把它 畫作喜悅 呈現給你 如果你永遠停在這個年紀 但是珞琪她慢慢地變老了 你怎麼可以保證 你永遠不會變心呢 我永遠不會變心 而且為什麼我之所以吃得這麼急 因為說真的 我親愛的珞琪 她每天睡覺前都希望我公主抱她 但是我發現我左邊的膝蓋 開始慢慢不行 甚至我最引以自豪的腰力 也開始有一點吃緊 所以為了她的幸福 我願意吃 有請隊長 就這樣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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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都要一起 我喜歡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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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的 愛你 謝謝 完美 所以這種不對的愛情 就像煮開水一樣 讓它滾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大環境 好 4月份的經理人雜誌上面說 104人力銀行調查公布 就是對於中高年齡層的聘用 企業表示疑慮 而且甚至願意給的薪水相對更低 來下一頁 好 什麼 是的 沒有我們這個 104人力銀行調查 不聘用中高年齡層的求職者 是我們HR不能說的秘密 以上剩下的E-mail給你們自己看 帶一張衛生紙非常可憐 但是我們要講的不是說熱情不重要 而是我們中年人 有中年人追求熱情的方式 我們應該在當下對工作 感覺到沒有熱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保留住我們的工作 對於自己的長官 我們說可不可以申請這個職務轉換 保住這個工作 然後把一些不想做 腮虧通通丟給菜鳥 然後省下來的心力 我們安靜離職 安靜離職不是真的離職喔 它是現在非常fashion的 一種職業的新哲學 你就是每一天準時上班 準時上班 然後完成公司要求的 最基本工作量 省下來的心力 我們拿去經營生活的其他面向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事情 就是薪水跟熱情 此時此刻我堅固了 是的 為什麼我一定要二折一 成年人的世界 魚跟熊掌我都要 而且今天聊到的是 步入中年才發現 什麼叫才發現 人生當中任何一條路 我們可以堅持好多年 那就是一定有熱情 工作跟愛情也一樣 我們有一天突然 我是不是沒有熱情了 是沒有熱情嗎 不是 而是它被其他的條件 跟因素蒙蔽了雙眼 讓我們迷失了初衷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些條件 通通拿出來對決 然後踩死它 面對它 解決它 而不是轉換寶道逃避它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眾裡尋它千百度 目然回首 一個瞬間 熱情 你只要把銀行的這個積蓄 撥出來 放到這個地方 天秤就動了 你就可以救這個救命恩人 天旅循還的這個人情債 天大的人情債 這樣就可以還 但難道不是舉手之勞嗎 在我們有生之年 可以放下這個心中的大千塊 我們可以放下這個 心中的大千塊 放下 哇 善哉 善哉 捕蜜 捕蜜 捕 我來跟各位講一下 男生之所以高潮完一次之後 如果太太突然要第二次 我們男生是 直接第二次的 這個壓力怎麼解決 到底是男生什麼時候 流血會比較多 我是每一個月 我都流血爆炸多 流血的問題我在行 其實我們喝完啤酒之後 我們那個小腸會把水分吸乾 所以我們大便出來 那個大便像刀子一樣 我們每個男生肛門都是爆開的 很多很多都是 而且一流血三個月血流不止 我請教你啊 如果你碰到陶子姐評審長 你會叫他 阿特 我聽不懂第一個 所以會叫陶子姐 阿特就是台語的阿桃的意思 你會叫他陶子姐是什麼 那如果我跟他有台語的溝通的話 我就會叫他阿特 你會叫他 會 這一次的變題根本不是 你拿到補助六千元 你該怎麼花 而是你的儲蓄只剩六千元 你該怎麼去開圓 我在這邊一個簡單的口訣 告訴各位應該怎麼記 我會存一半 然後剩下一半 剩下的一半 我再存一半 然後這一半 我一半分兩半 我左邊的一半 拿給我的另一半 去買蛋炒飯 老闆說沒有蛋 我拿右邊的一半 拿去買雞蛋 然後給老闆做成蛋炒飯 老闆省了蛋 太太說我讚 兩邊放在口袋 剩下我懶得算 是嗎 就這麼簡單 大家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下課 就可憐 就我來指定 在 rack子裡 你之間 還很喜歡 都不可以 不可以 你 我看